所以我们是不是需要反省 我觉得现实很可怕 如果这世界只剩下人类了 人肯定是活不成的 所以要跟其他的动物怎么样 要共处 这个环境会好一些 否则很麻烦 长期以来人类肆无忌惮地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 现在大自然不是也在对人类报复吗 例如沙尘暴 这就是一个例子 沙尘暴每年都会有 为什么据说甘肃啊 新疆一带 人们为了什么 获取短期效益 种西瓜 本来是个上面有一层土 种完了之后 这个土 这个植被被破坏了 然后这个封杀一起来 漫天的黄沙 对吧 我有一年 906年的时候 世界佛教论坛之后 在北京住了一宿 第二天广播说 北京进口了几十万吨的黄沙 从哪进来的呢 从塞外 刮来几十万吨黄沙 到处都是黄沙 对吧 沙尘暴 避免不了 而且沙漠离北京只有七十多公里 已经非常危险了 已经非常严峻了 对吧 我们的环境好吗 也不好啊 也不好 对吧 你想房子越盖越多 人口越来越激动 这个环境能好吗 可是人们停不下来了 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 只能往前走了 这个时候再不反省 恐怕真的是来不及了 但我们不必紧张 因为没有办法 我改变不了别人 我改变自己总可以吧 对吧 我改变自己 如果连自己都不想被改变 那完了 对吧 还有臭氧层被破坏 对吧 温室效应 对吧 我昨天讲了 去年的十月六号 1993年的十月六号的北京 和我们现在的哈尔滨的温度差不多 甚至可能哈尔滨的 比当时的北京还要暖和一点 多可怕啊 对吧 这不就温室效应吗 排放量太多了 二氧化碳排放量太多了 所以就温室效应了 对吧 所以大家都注意要保护自己的环境 对吧 你会心安理得 这其实也是修行 那修行三甘府的运营 就是这么积奠起来的 这些东西你都不注意 你就一心见佛 往生西方 那你念的是死佛 你肯定修行 那别人不服气 对吧 所以 我们要清醒 乃至地震 洪水 泥石流 难道人类对这一切的威胁到我们生存的警讯 还不足以警醒吗 对吧 我去年到台湾开一个研讨会 七月份 开完了之后去到花莲去转一转 花莲那个地方经常会地震 台湾 在楼上 在楼上呢 轰一声 对吧 那就有四级五级那样的地震 轰一下 一下就一动 哎呀 怎么了 地震了 对吧 如果是大的呢 那可能就没戏了 那就死掉了 那死掉就死掉 你跟谁讲的一样 没有人讲的一样 这就是自己的姻缘 就随缘就好了 对吧 所以我们 我们面临的危机太多 我们老说世界末日 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死 生命在呼吸间 我们制造什么紧张空气 现在不努力 将来真的没有机会 对吧 什么世界末日 现在都可能随时是末日 对我们个人而言 往往就是这样 对吧 难道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 还能理所当然地 对宇宙的动植物 将以残害吗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要优着点 对吧 要 要有度了 现在不讲科学发展观吗 什么叫科学 恰到好处的度 就是你发展 不要给环境带来副作用 但是我觉得 这东西说是好说 做起太难了 全民有共识 对吧 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可能 光是有人在说 有人无动于衷 有人麻木不仁 那肯定 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但是 我希望大家都能想 为了什么 为了这个地球 为了我们将来生存的空间 有人说了 我死后爱怎么怎么着 那你没有慈悲心 我说了这就是修行 这就是慈悲心的培养 对吧 所以啊 伤害生命的行为 都不能被认为是合理 而应该的事情 福教徒提倡 不杀生 不杀生是一种慈悲 不杀生而护生 进而提倡 众生平等 平等 你凭什么要吃人家 你为什么要吃人家 因为他好吃 我要把他当作食物 我要当作能量 那他 那他也吃你了 对吧 人类现在得了这么多的疾病 包括现在技术有高级的细菌 现在高级的抗菌素 都没有办法 那人类现在需要反省了 那不就是人类进步的一种表现吗 进步之后 它的副作用吗 对吧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 吃掉其他动物 对吧 当然我们关起门来讲啊 我们到大 到大街上 我们不能这么说 对吧 你不能说 哎 你吃醋吧 你吃醋吧 我们不能说啊 吃醋跟你有什么关系 明白吗 你早不自在啊 对吧 往往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只能对佛教徒倡导 对吧 我们对非佛教徒 我们不能说 愿意吃 吃不愿意吃 没关系啊 对吧 这是符合现代局势所关心的生态保护 也是最积极的重视环保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明 对吧 对吧 那我们到了台湾到处都是输藏馆 对吧 当然吃肉的地方也很多 北京刚一去的时候 只有一家输藏馆 而且 只有一层是可以吃素的 其他的已经不能了 当然现在有很多 对吧 我想跟佛教的信仰 跟人们的这个对环境的认识 对素食的认识 它也都是有关联的 也不是说一层不变的 所以可见呢 这个佛教的这种倡导啊 弘法啊 对人心的改变 它也是有意义的 但是你别指望 一下子就改得那么好 对吧 就像人们说气功 对吧 把气功神化了 最后人们受骗了 那么气功呢 它是改变我们心态的执着 一点一点的缓缓的去改变 也是有一定意的 你不能完全否定的 但是 你要指着它去改变生死 这是不现实的 对吧 它能改变心态啊 养生啊 那肯定是有用的 你愣说 对吧 你一个人一惯想 然后美国那儿就有什么感应 那不瞎扯吗 那不就说瞎话吗 那不就是瞪脸的 蒙人吗 对吧 不要去相信这个 但是 对吧 我们总是觉得 通过我们迁移默化的努力 我们 活多活少的 总是能够 改变 人 改变环境 对吧 你不要认 你不要问改变多少 你努力了就好了 对吧 你不要问 是到底改变多少 对吧 那肯定没有办法计算 对吧 就像有人说 这个诵经 对吧 诵经到底有没有功德啊 到底能有多少功德啊 对吧 有人问我 我说 对吧 有一尺的功德 对吧 但一尺是多少呢 对吧 是啊 成佛需要十万八千里 那一尺总比你没有 没有好吧 你总是要有的 你连一尺都没有 那怎么行 对吧 我只是一个比喻 它不是定法 有人可能是一丈 有人可能是一万 那不一样 对吧 人的根性不一样 那你能有定法吗 对吧 法无定法 大家要记住 对吧 佛教对生命的尊重 与关怀 从一些寄送中 可以得到印证 比如说 我食众生肉 我吃了众生肉 怎么样啊 明书 体部书 它叫阿猫阿狗啊 对吧 体 本体跟我也是一样的 博尔法门 那就是博尔 空性上不都一样 对吧 明书 体部书 对吧 名字不一样 那叫猪 对吧 我们叫人 人 对吧 和猪是平等的 我们讲过博尔法门 对吧 原同一种性 只为别行驱 原来都是动物嘛 原来都是生命嘛 对吧 只为别行驱 它有四条腿 我们两条腿 对吧 它不懂人话 我们说人话 但是谁知道 它说的话 它说没说话呢 对吧 只是你不理解而已啊 对吧 苦痛由他受 肝肥任我去愿 对吧 你去杀的时候 他能说高兴兴的 猪笑了 没有 他在叫 对吧 家里的时候一听 我就痛苦 躲得远远的 别说 不像个男子汉 是啊 男子汉不一定 非得要去杀猪啊 对吧 不一定是这样啊 所以苦痛由他受 我不管他 怎么样啊 这个 觉得很享受啊 是我所需要的 对吧 莫叫 言老断 自传 因何如 因如何 对吧 你不要等个言无言来判断你 对吧 你自己琢磨 自己去反省 你将来会有什么报应的 自己琢磨 对吧 你自己一琢磨就觉得 这不平衡啊 凭什么我吃人的啊 对吧 不就是我勾不出了一档吗 但现在别人吃你 你会什么感觉 你会称恨 你会无奈 对吧 你会深深地把仇恨 埋在你的心里 你将来会有机会 会报复他 一样啊 对吧 你莫说 你去杀人家 现在你说了几句不好的话 你说完了之后 他瞅着你 那个卫生瞅着的眼睛 他看着你 然后他将来琢磨你 他慢慢地就报复你 没办法 对吧 他如果真的想明白了 哎呀 这人法师慈悲 提醒我 对吧 不然的话 你法师吃饱撑的 他非得说我 对吧 而且往往是这样的 对吧 随到众生生命危 一般骨肉 一般皮 你谁能说 说这个群生啊 生命危不足道呢 他也是有骨肉的 也是有皮 有肉的 对吧 劝君莫打 枝头鸟 劝你啊 不要去打 那个枝头上的鸟 对吧 只在朝中望母归 对吧 那个 那个雏鸟在 在那个窝里边 等待他的母亲 去 给他送食 如果你把他打死了 那他的孩子 也都死了 对吧 我们小的时候 我也不懂这些道理 只为了玩乐 现在想起来 无比忏悔 无比痛心 对吧 虽然没有做 太多这样的事 但你只要做一件 你就会去忏悔 因为你毕竟做了 对吧 所以说 不杀生 就是不侵犯 他人的生命 那这就是修行 那这就是修行的 这就是修行 那修行的靠什么 武界 三规 托射界 都是修行 那修行 你说你也不做到 那你就等于没修行吗 卢家 有这样的说法 见其身 不忍 见其死 是啊 一条鲜活的生命 突然间死了 你会忍心吗 不忍心 闻其身 不忍食其肉 听到他的叫声 你会吃他的肉吗 你不忍 君子远抛出 对吧 有修养的人 离厨房要很远 为什么 因为那里很残忍 对吧 在国外 据说 那个在那个市场里面 那个 杀戮是没有的 那个 那个人们是看不到 他不会让别人看到 因为看到了 他就很残忍 对吧 他的心性会受到污染 对吧 这国内不一样 到处都是杀戮 对吧 这很麻烦 所以我们 这个 慈悲心的盆养啊 有一条漫长的路 对吧 据说现在跟国际接轨了 说这个 把这个动物啊 说这个鸡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鸡 原来是 拎着膀子 拎着腿 我管你好不好受 现在要对他 要非常有礼貌 怎么样 就顿顿正正地抱着他 对吧 但是无论如何 那个鸡也不会感谢他 对吧 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 还是人类的自私 还是为了自己 所以这个动物死亡的时候 他看到 他在那个 看到你杀戮他的时候 看到同伴杀戮他的时候 惊恐 称恨 他那个肉质 会对人类有伤害 一点都不会做的 所以人们现在自私 高度自私的时候 就考虑 千万不要让他看到 我杀他 千万不要看到他同伴 杀 因为我希望他的肉 是健康的 我要吃他 对吧 我觉得 这都有待于上去 但是 无论如何 毕竟比过去文明了 据说德国人养猪的时候 还要给猪弄玩具 对吧 上心肠的时候 不能在恐惧 不能在同伴的恐惧中 对吧 他安乐死 对吧 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情形 但我觉得 这应该是一种文明和进步的表现 对吧 我们欣赏的同时 我觉得还不如 不吃肉的好 对吧 你终究是吃了 你不吃才会理直气壮 你才会问心无愧 古人的爱属长流犯 灵鹅不点灯 对吧 我记得我出家的时候 我一个老和尚 对吧 他是个点作师父 慈心老和尚 对吧 他这个天天晚上很晚才睡觉 十一点左右 他每天晚上都要把那个饭杆子留点给那老鼠 我们当时会嘲笑他 这老头特少 他为老鼠 对吧 但现在看起来 我们对他肃然起见 因为他爱惜生命 他会不忍着去动物 挨握 对吧 当然 我们的房间里也会光顾老鼠 但是我们只能把他 闹腾了 折腾了 怎么办呢 只能把他扣起来 放到外面 但是 如果你被外人 真的发现了 所以你把老鼠放到外面 别人也不理解我们 所以我们总得拖拖摸摸地做 对吧 为了什么 为了心里的那种平静 对吧 我没有刷身 所以我问心无愧 对吧 当然有时候 难免我们会把蚊子 苍蝇一不小心地 把它弄死 对吧 我想我们需要去忏悔 对吧 而不是理直气壮 我就得打死你 你该打死你 我就是这种 我就得打死你 我该打死你的时候 本身就带着抱负和嗔恨 除非你有极大的慈悲心 否则很难理直气壮 是吧 那么灵鹅不点灯啊 飞鹅不火 大家都知道 你点了灯呢 那飞鹅就跑过来了 所以不要点灯 尽可能的 你节省了能源 也爱惜了生命 爱护了生命 这就是对生命的珍惜和爱护 根据佛教六度集经中记载 佛陀在过去世为鹿王时 称代替母鹿 舍身 感动国王制定动物保护区 禁止 猎杀 佛灭度后不久 阿语王 更广直树林 辟阴众生 设立动物医院 规定公图 公廷御厨 不得杀生等等 印度现在还有一种 非常好的习惯 爱护动物 对吧 那这大街上 牛 自由的来往 猴子 山羊 对吧 所以 我觉得 虽然很落后吧 但是人的心态很平和 那种幸福 我想 也是很难得的吧 他很爱惜这个动物 对吧 所以我们也很欣赏 凡死都是佛教 对于护生的最好的示范 令人 肃然起敬 对吧 如果我们能够设立动物之家 让动物之家